卡纸变形机之毛毛虫 首先我们要先来选择两张彩色的卡纸 做我们毛毛虫的身体 老师选择的是橙色和蓝色 小朋友你想用什么颜色呢 选好我们喜欢的颜色后 用双面胶将两张卡纸交叉固定在一起 粘好后我们将两张彩纸来回交叉对折 像老师一样 这个需要来回锅折叠几次 折叠好后我们再次用双面胶 交我们材质的末端粘在一起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再折叠两段 小朋友可以选择不同的颜色 这样我们的毛毛虫就是五颜六色的了 我们把折叠好后的三段纸用双面胶连接在一起 它像弹簧一样很有弹性 接下来我们来做毛毛虫的头 我们来请双面胶帮忙 用它在纸上画一个圆剪下来 剪好后是这样的 下面我们用双面胶来给毛毛虫贴上活动眼珠 接下来我们用红色的卡纸来给毛毛虫做嘴巴 画一个椭圆形并把它剪下来 接下来我们拿出毛根来做毛毛虫的触角 这样毛毛虫的头就做好了 下面我们把毛毛虫的身体招好后就是这样的 我们来玩一下试试 太棒了 太棒了 我们合作变成了一只可爱的毛毛虫 还有我 让我也加入你们吧 可是我们已经变成毛毛虫了 你来晚了一步 那我 我该怎么办呢 哦 小纸条 不要伤心 你自己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好看的手工作品哦 哦 是呀是呀 哈哈 非常喜庆哦 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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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depicts